TOLS美食跟大伯复出 工审馆长便当称恶心 呛 诚之汗来也照通 网路游戏实况主TOLS刘伟健 已经5个月没有在个人YouTube频道中发布影片 不过依旧凭借饮料店19茶屋以及全上活动 而在网上拥有高讨论度 26日他突然更新影片 并且是很久不见的美食工大伯系列 让不少粉丝期待同时 也让于TOLS是否又要杠上馆长陈之汗 立发布就是挑战馆长便当 引起网友热议 TOLS26日YouTube频道更新影片 标题为在公审最顶的烧肉便当 在影片中他再次以美食工大伯的身份回归 并且试吃评价馆长的出饭便当店 为了公正性他还直接选择在买完便当后 直接在店对面的路上摆一张桌子开始试吃 就怕有人说是因为放太久便当冷掉才不好吃 一连试了四款口味的TOLS 对于各个口味评价有好有坏 像是吃到鸡腿餐盒时 认为鸡腿烧咸 吃了就想喝水外 但是脆皮和嫩度有发挥一定水准 还强调自己与馆长的事都过去了 因此没有说要故意黑对方的意思 不过在吃第二道香肠便当时 馆长助理出现在拍摄现场旁边 这也让TOLS直呼 以我这张嘴呢 就算馆长站在旁边 我也是照喷的 又单引号 TOLS也和自己所说的一样 即便馆长助理在一旁 他也大方说出感想 在第三道独门烤肉餐盒时 他直接夹起一块肥肉 直呼T.M.D.L.A. 什么XR 而后吃下去后 直接贡献国马 并直呼有小小的恶心感 让他认为独门烤肉餐盒十分失败 不过在最后的独门脆皮烧肉餐盒时 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也认为这是他在试吃后 唯一会回购的口味 并且也透露其实脆皮烧肉餐盒研发时 他曾参与试吃 比起现在 Toys觉得当时的口味更好一些 但还是肯定这款的CP值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